先不说故宫龙椅的材质,说一下关于故宫龙椅不能做的故事。 众所周知,古代人们很受传统思想的影响,很多天子用过的东西,普通人是不敢用的。 说通俗一点,就是镇不住。 而对于最象征黄泉的龙椅,除了真命天子,其他人绝对不敢做,因为传说做了龙椅会捡羊兽。 怎么不信? 瓦德西在1990年8月任八国联军统帅,11月抵达北京,曾指挥侵略军由金、京出兵侵犯山海关,保定、镇定。 胁迫清政府接受义和大纲,扩大列国侵华权益。 在瓦德西率领的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,他对中国的皇宫非常好奇。 对那把金光闪闪雕刻满龙纹的龙椅充满了觊觎之情。 于是,他进入金鸾殿,坐上了象征至尊无上权利的龙椅,并且随行的人还给他拍照留念。 瓦德西坐上龙椅之后,当时那种酸爽的心情没被记录下来。 他当时说了些什么,世人也无法知道,但民间流传着他和清末铭记赛金花的对话。 他问赛金花,北京哪里最高?赛金花告诉他,当然是山最高了。 瓦德西说,不对,北京最高的地方是金鸾殿的龙椅。 瓦德西坐龙椅被人们认为是极其不吉利的事,人们认为他一定会遭报应的。 1901年6月,瓦德西应日本天皇邀请,访问日本,公事完成之后回到德国,由于身体原因,瓦德西选择退役。 在1904年,他得了不能言说的病,官方对他的病情讳莫如深,最终郁郁而终。 虽然,德国人并不认为他的去世有什么不正常,但此事传到我国,人们认为瓦德西遭到了报应,其实故宫的龙椅曾经更换过。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宣布登基为帝,改国号为中华帝国,建元红线,但是故宫原来的龙椅他没有碰过,还下令把太和殿的很多东西都拆掉了,让工匠又重新制作了一个西式龙椅。 即便这样,他也只是做了83天皇帝,于1916年6月6日不治而亡。 解放之后,故宫成了博物院,后来又开始对外展出文物古董。 文物专家朱家进接到命令,要重新找到原来的那把龙椅。 那把经历了明清两代二十四朝,四百多年的建政文物。 虽然故宫在几百年间经历了大大小小八十多起火灾,但象征龙泉的龙椅却不是袁世凯的那把西式龙椅。 文物专家朱家进经过多次寻找以后,在故宫的一个内裤中翻出了原来的那把龙椅,但已经破旧不堪。 不仅原来那种金光闪闪的金漆快掉没了,就是椅子背都断了一根。 于是他请来了名将高手,按着一张光绪二十六年的旧照片的样子,开始修复龙椅。 修复之后,龙椅又恢复金光闪闪的原貌。 那么,龙椅究竟是什么材质的呢? 发金光是不是金字制作而成的呢? 其实不然,故宫的龙椅全称叫修金雕龙木椅,样子与平常的椅子不但一样,有一个圈椅式的椅背。 底座不采用椅腿,椅称,而是一个宽二点五米,近身一米多的虚拟座。 并且,为了显示皇家威蚁,龙椅上刻有十三个威武龙藤外,还坠有宝石,气派辉煌。 关于龙椅是用什么木头做的,之前一直存在有争议。 当然了,肯定会用当时全国最好的,最名贵的木头。 一般认为有三种,紫萱,金丝楠木,海南黄花梨,都是特别名贵的木材。 目前价格方面,品质好的基本都超过了黄金的价格。 即便目前金丝楠木的首串也是价值不菲。 而这把龙椅是明代制品,可能是明朝嘉靖皇帝重建皇极殿时造的。 紫萱是清代宫廷才大量使用的。 而晚明时候,宫廷一般大漆家具,采用黄花梨。 紫萱黄花梨属于硬木,由于自身的材质原因,图漆效果不如金丝楠木,并且紫萱木的大料比较稀少,相对来说金丝楠木可能性更大。 金丝楠木有大料,切出来的木头纹理精美,有水流波动质感,更适合作为龙椅的材质。 除了太和殿以外,贤清宫也有一把龙椅,叫做云龙圆背椅。 虽然在外观震撼效果不如金鸾殿的龙椅,但同样使用的是修金罩漆,也非常的有气派。 接下来,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故事。 紫金城地下藏着什么宝贝? 一次意外开挖,竟揭开故宫的三个秘密。 2014年8月,故宫博物院西华门的南大库区域正在进行一场维修,可是工作人员起开地砖,却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。 黄褐色的土壤中,竟夹杂着大量陶瓷碎片。 南大库是明清两朝皇帝的御用仓库,在距离南大库不远处,发现了陶瓷碎片的踪影。 很显然这件事儿非同一般。 故宫博物馆的几位领导文讯来到现场,一场效率很高的现场会开把,一个立刻实施的保护性发掘决议被制定了出来。 考古学家们在南大库区域的地下,发现了一座碎瓷坑,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巨大的成就。 更重要的是,发现几万片碎瓷后,还破解了关于明清两朝的三个谜题。 一、破解了明清两朝的皇帝碎瓷的处理方式之谜。 在这次发掘之前,考古学家曾经想过不少种销毁碎瓷的方式,比如彻底打碎,烧入青砖,集中存放等等。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公理处理御用瓷的方式,竟是埋在紫金城这一亩三分地。 肥水不留外人田,这也许就是最好的保存方式了。 二、破解了青花瓷是明清两代的国瓷之谜。 按照使用笔计算,碎瓷坑哪种碎瓷最多,哪种就是皇宫中使用最多的瓷器? 按照文物专家给的几万块碎瓷的归类。 碎瓷片第二多的就是黄幼瓷。 皇帝佬喜欢黄色,故此喜欢用黄幼瓷这个可以理解。 但碎瓷片最多的瓷器品种是哪个? 答曰青花。 由此可见,青花是国瓷的地位,真的不可动摇。 三、破解了明清朝瓷器的发现和变法之谜。 由于这座碎瓷坑中的碎瓷并非是一日所埋。 基本包含了明洪武、夏至清光绪下的各个朝代御瓷的瓷器碎片。 要知道,现在故宫的御瓷都已经是国宝,基本已经无法进行必要的研究。 而碎瓷坑中的瓷器碎片就可以为瓷器专家提供研究的方便。 为研究明清朝瓷器的发现和变法之谜,提供了最重要的真实凭据。 故宫挖了一个碎瓷坑,便破解了上述三个历史谜团。 真的有一天,将故宫的地面全部挖一遍,又会发现哪些秘密呢? 故宫的秘密总会有全面揭开的那一天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。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